家里养的蝴蝶兰、兰花、石湖 是不是总感觉开花少 原因是你没有抓住最佳施肥时期 因为这些花卉在花芽分化最佳的时期 如果得不到大量的零岩素 那么就会影响到它的开花量 对于一些新养花的朋友来说 可能很难抓住这个智慧 所以我们只要给它使用这种长效磨肥就可以了 它的小效期长达一年 不管你养的是什么花 只要是开花植物它都可以用 而且不会担心肥害烧根 它是通过植物生长的时候 根系释放出来的有机酸 来溶解这些抹肥颗粒的 所以我们给它浇水 不会担心产生肥害 当这个花卉快速生长 需要零岩素 那么它就会释放大量有机酸 来溶解这些抹肥颗粒 当这个花卉缓慢生长 就会停止释放有机酸 抹肥颗粒就会停止释放养分 就可以完全避免肥害的问题发生 我们只需要每一颗花撒入半小抓就可以了 这样就不会错过最佳时期 平时我们只要保好胶水光照 就可以完全让你的花卉开花 除非它是供的 好了 这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